台北市内湖区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一名十五岁的曾姓少年 无照驾驶偷开外祖父的车 从东湖路转进安康路时 车子是不断的蛇行 一路上是撞上了多辆的汽机车 最后撞进一间臭豆腐垫 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少年偷开车整路不断蛇行 最后竟撞进臭豆腐垫 导致三人死亡 这起严重车祸就发生在北市内湖 昨晚一名十五岁三姓少年 明明没有驾照 甚至未成年 却偷偷开走外祖父的车 还一路加速又蛇行 擦撞到对象车辆之后 又再撞到对象一名骑士 甚至将对方连人带车 撞进转角臭豆腐垫 这名六十一岁的卢姓男骑士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仍宣告不治 店内五十一岁高姓女客人 六十岁成姓男客人 当时正在享用晚餐 也被增姓少年车辆撞上 抢救后仍回天乏术 臭豆腐店四十岁成姓女老板 四十一岁离姓女员工 则遭热锅热油烫伤 目前在医院治疗中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轿车的安全气囊爆开 店内的桌椅散落一地 车头严重毁损 引擎盖都掀开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到场后立刻逮捕 三姓少年 并在他身上搜出电子烟弹 经检验初步排除酒驾毒驾 详细事发原因仍有待调查理清 车祸发生的当下 其实还有不少人在臭豆腐摊吃东西 有名目击者的儿子转述 他爸妈见到死者贴死在墙壁上 七口流血 他说他妈妈吓到都哭了 我爸坐在外面 靠外侧 然后车就直接从里面这样撞进来 然后我妈就直接坐在那边 然后看到一个人就直接贴在墙壁上 那个人是直接贴死在墙壁上 对 然后七口流血 然后下面那个骨盒好像 就全部碎掉 然后脚就已经都被自卷了 就欧卡这三个 所以都没有呼叫声什么的 我不知道诶 反正我妈是吓死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爸妈妈有受伤吗 有啊 有受伤啊 就是轻微挫伤而已 只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妈被吓到 就是我爸应该还好 因为我妈被吓到 我也是蛮不爽的 你也不想放过他这样 你没有想放过他 他就是坐在这个位置 就大概那么近吧 就是我 这是我爸 不是 这是我妈 我妈坐在这儿 我爸坐在这儿 然后他们就直接从 好像是直接从那个 直接撞过去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距离还是蛮近的 对 而当时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 就是章鱼烧店的老板 他表示事发当下 少年下车之后 竟然还依附嬉皮笑脸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而在事件发生之后 该名曾姓少年的家庭背景 也随之曝光 曾姓少年自小父母亲离异 他原本由祖父母隔代教养 住在台北市东湖的住处 高中后父亲把他接回来 一起住在新北市 并在当地就读某高职销部 餐饮科一年级 而曾男的同学受访时透露 同窗四年这段期间 鲜少听见曾男谈论 或是抱怨家中状况 曾男家境小康 对友人都还蛮大方的 还时常请喝饮料 而同学透露 曾男在三天前 有向他提及想要学开车 同学还提醒他 不知道车辆的距离 也没有经过训练 苦劝他千万别尝试 而两人昨天五点 才碰过面分开 没有想到没过多久 就接到曾男的电话说出事了 他正嘱咐出国时 从永和搭捷运 跑到东湖的家 偷开休旅车 同学前往查看后 才发现曾男已经闯下大祸 而整体事件呢 让受害者家属气炸 无法接受 更是直接在社群平台上开呛 怒吼自信少年 爸妈没有伸脑给你吗 这起车祸 事故一夕之间 酿成三死的悲剧 而由于当时适逢上下下班时间 且该家臭豆腐摊 在当地破腹盛名 民众只是前往用餐 尽无辜惨死门下 受害者家属无法接受 气炸到社群平台怒骂 曾信少年 你把我家人撞死了 爸妈没有伸脑给你吗 而根据了解 这一名曾信少年 就读高职一年级 而他未打考照的年龄 却莫名向往契机车 在案发的前三天 不但曾经向好友透露 想要学开车 在事发的前一天 还在脸书社团po文 要收购全力车 还指定要近赞或JT系列 而在少年的IG上面 过去就常常分享自己 无照骑车 骑行自行车 闯红灯等无脑行径 而且还侥幸地表示 还好我没有被撞 引发了外界打法 曾信少年对汽机车有莫名向往 车祸发生前曾两度 在脸书二手机车社团发文 表示有意愿收购全力车 还指明要近赞或JT系列 并要求价格越低越好 需要分歧 行径十分荒唐 而从少年的IG上 可以看出他经常自行行车 在路上蛇行压车 还替自己的夸张行径 做了一个三宝合集 闯红灯追撞都是家常便饭 弄刺在停车场内骑自行车 还被警察拦下 一罗宽的亡命行径 令人看得直冒冷汗 曾信少年他的行径是引发重怒 就网友肉搜出他的IG帐号 就连翠的帐号也没有幸免 那在翠里面唯一的一篇贴文 现在也被灌爆愤怒留言 有网友气得露搜少年的IG帐号 发现他暗后疑似 还有发现动气得狂轰 为什么做错事还可以再现动炫耀啊 要找朋友是不会坐车吗 不会开车硬要开 看你要怎么赔那三条人命 也有人找到少年的Tray帐号 当中只有一篇贴文 是少年8月时曾经发文表示 想要认识新同学 该创涌入许多人留言怒批 无罩开车撞死人 害他人家庭破碎 你拿什么赔 还有人说三条人命三个家庭 因为你破碎还能嬉皮笑脸 屁孩真的是不知道事情轻重 别以为未成年你就没事 一名曾信少年的同学透露 其实这名少年在三天前就有跟他说 他想要开车 当时同学是极力阻止他 没有想到依旧是发生喊事 这名同学透露 曾习少年在三天前就有向他提到想要学开车 同学还提醒他不知道车辆的距离 也没有经过训练千万不要尝试 而他们两个人昨天晚上五点多才碰过面分开 没有想到过没有多久 同学就接到曾信少年的电话说出事了 曾信少年趁着外祖父出国时 从永和搭捷运跑到东湖的家偷开休旅车 同学前往查看后才发现曾信少年已经闯下大祸